香港快運 最近一班香港非名古屋的航班發生調位風波 更演變成怪獸家長貼子女逼酒賣位乘客 被知是怪獸家長 一家四口入面的媽媽 星期四回應事件 其實想夜市完 李女士向我們出示單據 上面顯示他們一家四口 給錢選了第30行A到D的座位 根據快運當時安排的空中巴士 A321-200客機 這款機型的30A到D的座位 都是標準座椅 不過到飛那天快運就改了用A321neo客機 而這款機型的第30行 整排都是緊急出口座位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被承認的人可以坐在緊急出口 我說我訂了緊急出口嗎 其實當時他也沒有說傳了機型 這個我看了一些報道才知道 我說這樣嗎? 我說不要緊 我其實坐哪一行沒所謂 我買的ABCD 我說其實你騙到一行在我們這樣打滑了 我OK的 是去到登機閘那一刻 即是其實第30的時候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都是編著我 我突然才訂 去到他才告訴我 李女士說 大家在未上機之前 都已經有更新的座位登機證 所以不存在 網民說是機上搶人位的說法 她對於有旁觀者不斷煽動事件 和將他們一家的照片擺上網 甚至自己和丈夫都被灌賞怪獸家長之名 感到很無奈 我覺得她去航空公司解釋得不夠正確 或者可能再早些 你叫人位的時候 再早些通知她 看她願不願意 即是那兩個潛魚 其實在機上 沒有跟你正面衝突 沒有的 沒有的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香港快運早前回應說 由於機營轉換 李女士一行四人中 兩位未成年的乘客 不可坐緊急出口座位牌 而在得到他們一家 和另一排四位乘客的同意下 安排掉位 當中包括兩位已經給了錢選位的乘客 快運說已經向有關乘客解釋 和承諾會退翻自選座位的費用